36. 經濟日報 台灣 六企輝軍海外外打網戰 騰訊那裡大殺銀彈 擴大電商 遊戲 社群版圖 2015年7月26日產業追蹤A5 督深至中國大陸近期加強推廣戰略性新興產業向國際市場拓展 其中以網際網路的海外投資力度最高 騰訊及帕里巴巴為此波海外投資的最主要參與者 近期大陸網際網路海外投資領域以網路遊戲 42.5% 電子商務 18.9% 生活服務 18.6% 社交網路 9%為主要投資領域 總投資金額達50.2億美元 佔所有投資金額88.9% 觀察騰訊與阿里巴巴近期在電子商務領域趨勢的轉變 初期海外投資目的主要是提升產品豐富度與流量 如2013年6月騰訊投資1.5億美元於美國閃購網站FIT 印度巴士票務公司RedBusin及阿里巴巴投資1.7億美元 於美國體育用品商Franetics 至2013年10月 阿里巴巴海外投資逐漸轉為布局供應鏈 2012年 阿里巴巴旗下天貓在寧波、上海、重慶、 杭州、鄭州及廣州等城市試點 力推跨景電商貿易 2013年10月投資2.02億美元於美國快遞物流公司Shortrunner 2014年5月投資2.49億美元於新加坡郵政 取得10%股權 成為第二大股東 阿里巴巴擁有支付寶 但迎揭與國際上主要行動支付與第三方支付工具串接 因此今年2月投資5.75億美元於印度網路支付服務業者 One97、騰訊 近期於網路遊戲領域投資22.8億美元 佔大陸網際網路海外投資金額88.7% 排名第二的阿里巴巴僅投資1.2億美元 在大陸方面 騰訊以平臺優勢 在客戶端 網頁端話而動端遊戲市佔率皆超過50% 騰訊在海外投資方面 第一階段為2013年1月展開遊戲素材版權IP 的戰略合作 第二階段為2013年10月轉向佈局海外內容產業 第三階段為2013年12月從PC端轉向移動端報局 根據大陸網路數據調查公司儀觀國際資料顯示 截至2014年12月 大陸叫車額類計賬戶規模達人民幣1.72億元 其中阿里巴巴入主的快滴打車市佔率56.5% 騰訊入主的滴滴打車為43.3% 滴滴打車的優勢在於有騰訊微信 快滴打車優勢在於阿里巴巴事業版圖完整 隨電子商務、支付寶等網路金融工具 在物流、旅遊甚至各種商家 大家有合作看 海外叫車市場方面 阿里巴巴2014年4月投資2.5億美元於美國叫車Uplift 目前Lift的市值約25億美元 卻是美國第二大叫車Uplift 事業的最大競爭對手 Lift充分利用社交網絡經營 Lift用戶可標絕自己的家鄉、喜歡的音樂 及其他方便展開溝通的內容 還可通過自由創建迷你自傳 添加更多信息 Lift鼓勵多名乘客共性 下車後,乘客間可相互評價 騰訊2014年投資3千萬美元於美國秘密社交應用軟體Whispler 騰訊連續兩次投資國外社交網絡市場 主因微信在海外用戶成長遭受WhatsApp和Facebook擠壓 希望以社交網絡推廣自新手機遊戲的策略 必須賦以直接海外社交網絡投資 才有伸展空間 阿里巴巴透過入股新浪微博 以補強其移動端地位 推出合作產品儲章推薦 阿里巴巴經營社交網絡則是為取得客戶的巨量資料 以推廣自新商品 以建立無先端淘寶 阿里巴巴在2014年3月將投資觸覺新旺海外 投資2.15億美元於擁有2億註冊用戶的美國移動 視訊軟體Tango 作者是資冊會密產業分析師 視訊軟體Tango 之間 視訊軟體Tango 之間 視訊軟體Tango 幌了